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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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不清的机车 一口气瞬间涌出 大马路上一片机车海 这在越南上下班尖峰时间 都会出现的景象 让我们在一旁 看了都捏一把冷汗 尤其是在聚集了 数万名越南劳工的 新顺加工出口区的大门口 想要过马路 还得有点胆量 这样的吵杂混乱 换个角度想 其实也是越南展现 经济活力的一面 在吸引了至少 八亿美元外资进驻的 新顺加工区内 推动着经济大轮 忙碌联络着客户 扬声器零组建大厂 苍兴迁进越南设厂21年 项重的就是越南的人口红利 但在迈入工业4.0年代 也逐渐将产线自动化 我们本来这是打了之后 以前要打好几道 那再去做退后分拆洗料 可是现在只要在一个设备上面 它就可以把我们要的形状 直接打出来 这样营收比重八成的锻造技术 是昌星的最主要业务 反复的加工程序 也在自动化脚步中 改为使用连续锻造机台 这也打开了扩大产能的开关 我今天给你们看那是杯子 它的内磁是 磁铁是在里面的 订单进来的时候量很大 量大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在以前的制程 事实上是没办法满足这样子的量 所以我们在连续锻造的设备之后 发现整个量就冲出来了 为了满足欧美市场的大单需求 越南便宜的劳工成本 现在也得更有效率的运用 现在像我们安装机械手臂以后 你会看到我们一个人 负责雇四台的CNC设备 传统的部分就是像我们前面这样子 但一个人只要可以雇两台机台而已 引进机械手臂提高驾动率 减少了员工在机台上的操作 而在品质控管的部分 则还是需要人力来把关 台湾干部在越南打天下 学越稳和当地员工相处 一度掀起的排华事件 也并非所有台商都遭到波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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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好 排华期间其实员工反而 对我们是非常友善的 他要证明说他事实上是对我们友善 所以在那期间他是特别照顾我们的 为于胡志明市内的新顺加工区 由于出入都有门禁管理 保护台资企业不受影响 安然度过危机 而这座加工区和台湾更是有缘 当初就是参照高雄加工出口区打造的 就吸引投资 在外国来投资 来解决台湾的就业 又解决台湾的一些基金技术 这个模型对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很精彩 所以提议胡志明市这边 以这个模型做一个研究 看到了台湾的成功经验 让越南也如法炮制 选在被西贡河环绕的半岛地形上 放手一搏 漫长的二十多年间 将这一片沼泽地 转变为轻工业重心 找到了和各国接轨的起点 TVB新闻 潘远彭惠云 在越南胡志明市的采访报道